第四节呢是作业成本法 这一节比较重要 几乎每年都从这一节里面命题 所以大家要掌握好 现在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 叫作业成本法的概述 这个概述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节的一个总论 从重要程度来讲 都是里面的一些问题 大家有一个熟悉和了解就可以 重点放在第二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上 现在我们先看 通常我们讲什么是作业成本法呢 它的内涵是什么 那么作业成本法那个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所以我们首先看什么是作业成本法 它是作业消耗资源 产出消耗作业为原则 这是它也是一个原则 也是一个指导思想 它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资源 资源 作业 产出 产出就是我们的成本对象 所以你产出 都要消耗作业 作业 每一项作业都要消耗资源 所以有资源到作业 有作业到产出 我们要计算出 这个产出就是成本对象的成本 所以作业成本法就分了两步 产出消耗作业 作业消耗资源 所以 这个定义就概括为 按照资源动因 按照资源动因 把每项作业消耗的资源 追溯和分配 指各项作业中取 计算出作业的成本 每项作业 你 你的作业成本 你这项作业消耗的资源越多的话 这个作业成本就越高 那么第二个 再按照作业动因 它强调的是动因分配 按照作业动因 把这个作业成本 追溯 或者是分配至成本的项目 这是第二步 所以它强调的是动因分配 所以我们讲 要讲成本动因 所以这就叫两步指分配 经过这两步指分配 最终完成成本 计算的成本管理的 这种方法 所以叫作业成本 作业成本法 首先是作业成本计算 按照作业成本法 要计算出这种产品的成本 但这里讲的这个作业成本法的应用 主要还是应用在生产成本 产品的生产成本的计算 计算 所以这就是作业成本法的内涵 然后是作业成本法 从产生来讲 美国的两位会计学家 卡普兰和约翰逊教授 共同创立的 它这种成本法的产生 一定是基于 传统的成本计算制度下 这个间接成本 间接成本 一般就指的是 我们的制造费用 这制造费用 分配不真实 就是我们学会计那一天起 就把制造费用这个账户 叫规计 分配账户 制造费用的左方 也就是借方 规计了生产产品 在车间 搬组这个范围内 共同发生的一些费用 规计 然后再按照一定的分配的标准 分配记录到 产品成本中去 所以先规计后分配 那么分配的时候 怎么分呢 按照传统的成本方法 按照各种产品的生产量 按照各种产品的 直接的人工的共识 或者按照机器的共识 总的一句话 就是以业务量作为单一的分配的标准 那这个制造费用它是个框 装了很多 不能直接进入到产品成本中的费用 通过这个线规计了 但是你有的与你的生产量 与你直接人工的工时 没有任何关系 也就是不具有相关性 你与分配标准不具有相关性的 你看这个标准分 那带来的这个成本信息 当然是实真不真实 针对这样传统成本方法的一个缺点 提出来了成本的计算和控制方法 所以传统成本方法下 间接成本的分配标准 一般采用人工的工时 机器的台时 或者是我们的生产的产品的生产数量 产量 所以在品种少 或者是间接成本数额不大的情形下 比较适用 品种比较少 间接成本的数额也不大 也都制造费用 这个数额不太大的情况下 比较适用 但是我们现在 大家想 随着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尤其是在这个数字产业化 互联网时代 机器替代人 人工智能在传统行业的生机改造 大家经常在一些媒体上 看到智能化生产 现在叫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 那么整个你个服装车间 整个的生产服装 流水线作业 这个车间里面 从产样 裁剪打板包装 你定制 都是自动化 这样我们直列人工的成本的比重 大幅度地下降 那么这些机器设备 智能化的设备 它是替车救啊 它生产各种产品 发生的这些间接费用 比重逐渐上升 人工成本 比重下降 那么间接成本制造费用的比重 逐渐增加 这样制造费用的发生 与你直列人工成本 有什么关系 人工成本 整个一个生产车间流水线 没几名生产工人 看 与你的人工成本 及其小时 直接人工工时 等传统成本的分配标准 相关性越来越小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仍然按照 原有单一的分配制造费用 单一的分配标准 分配制造费用 你得到的 那个成本核算的结果 什么结果 是真 没有真实的反映 这种产品生产过分中的 资源的耗费 没有真实就意味着扭曲 这种信息是扭曲的 你在这种成本的基础上 你要进行决策 进行盈利的分析 进行定价 这是我们的经营决策 那必然是实物啊 由于这个基础 这个信息不真实 基础信息也不真实 那后边我们讲成本加成定价 过去我们的定价 成本加上一定的利润 制定产品的价格 在本量力分析团下 对着盈利情况的分析 那由于你成本的失真 也会导致我们决策的失误 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变化 整对传绝对传统成本法 不再适用了 过去我们的品种少 基础水平低 人工成本占的比重 相对说比较大 这样你一人工成本 为分配标准的话 一人工的工时 为分配标准的话 这个还可以 可是我们现在呢 这个商业环境 人工智能 数字化转型 这个条件下 你还采用这种成本方法 必然可能导致 我们决策的失误 这样作业成本法的 一个逻辑的依据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 生产导致作业的发生 产品耗用作业 数字两个消耗 作业消耗资源 资源的消耗产生成本 这是它一个逻辑 所以你生产 任何一种生产活动 我们从价值链分析来讲 都是一个作业链的过程 每一项作业 它都要消耗资源 你生产产品 就是要消耗作业 那么这种资源的消耗 必然导致我们成本的发生 这样作业成本法 强调的是按动因分配 这样你成本的计算结果 相对于传统的成本方法 都比较精确 还会引导传统的高度关注 这种成本的变化 它的动因是什么 准备这些动因 我们才能对症下药 找出引起成本变化的 动因知道了 我们准备这些动因 才能采取措施 采取措施 所以这就克服了 传统成本方法中 间接费用责任不轻 不足 是传统成本法下 很多不可控的间接费用 都能在新的核酸系统中 找到相关的责任 相关的责任人来讲 你都施加必要的成本控制 谁对这种产品 成本负责 这就是你的责任成本 都是你的可控成本 责任成本就是可控成本 可以控制的成本 你都要对这项成本 承担责任 承担责任 所以这是他的一个逻辑的依据 这个图上面是传统的通门方法 我们的任何一项生产 都要消耗一定的资源 这些资源 包括我们的材料资源 人工资源 机器设备 这些都是我们资源的原始形态 我们得到直接费用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成本 直接材料成本 直接记录到成本对象 直接材料费用 直接人工成本 直接记录到成本对象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那么间接费用 在这里就是制造费用 传统的成本方法 分配 按部门 按生产车间 按部门去规计 规计 规计了以后分配 按单一的一个标准 生产量 直接人工的工时 机器工时 这个一个业务量标准 把这个部门 规计的这个制造费用 全部分配到成本对象里去 你按照一个部门去规计 这样带来的 这样带来的前面讲了 不准确分配 因为你分配不准确 倒成了信息的时针 在不是真实的信息的基础上 导致我们的决策就可能失误 你的行动结构 就可能不合理 不合理 因为你都是多种产品 填下 你的成品的产品 成本的信息 不真实 可能带来你决策 你应该扩大 A产品的生产 因为你成本的信息不真实 你可能认为计算的 应该扩大B产品的成本的生产 本来A产品应该是盈利的 B产品可能是亏损 由于你成本的信息不真实 造成了A产品可能亏损 B产品是盈利 这就是决策的失误 生产的越多 亏损的越多 因为你成本信息不真实 下面的作业成本法 这是一样的 直接费用 直接进入到成本对象 这是一样的 他就想要两步之分配 资源动因 作业动因 把每一项作业消耗的资源 按照资源动因 形成这项作业的成本 作业的成本 再按照作业动因 进入到成本对象中去 所以后边 我们核算的程序 把这种方法 我们的核算的程序 都叫两步之分配 这个原理 我们搞清楚了 所以第一月 含义及产生 大家是针对 传统的成本方法 按单一的业务量标准 来分配 形成成本信息 不真实 导致决策失误 这种不便于 我们成本的控制 罗事责任 这种缺陷 产生了我们的作业成本法 它的逻辑关系 这个大家通过这个含义 已经产生搞清楚了 第二个是以作业成本法相关的概念 这些概念的东西 针对我们高级快试考试的特点的话 我建议大家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你比如什么是资源 什么是资源费用 这是我们经常讲的 在第一章里 我们讲的外部环境的分析 内部环境的分析 资源能力的分析 所以核心竞争力的分析 价值链的分析 这也在第一章里 我们都讲过了 刚才价值链的分析又讲了一次 和我们这里面的作业成本法 它有一个紧密的联系的关系 什么是资源呢 这里讲的是 在作业进行中被运用 和使用的经济要素 所有进入到企业作业系统的 人财物 人力物力财力 都属于资源这个范畴 它是生产耗费的最原始的形态 你的生产过程中 你的设备 房屋建筑物 你的设备 这些固定的产 材料商品 这些流动的产 这些都是有形资源的耗费 还包括我们的信息 包括你的知识产权 土地使用权等各种无形资源的耗费 以及人力资源的耗费 和其他各种资源的费用支出 都形成了资源费用 资源费用 按照资源 与不同层次的作业 一会儿我们的作业 分到哪几层呢 有产量级的 批别级的 品种级的 顾客级的 设施级的 这样把企业的资源 按照与你的作业的层次 对应的话 这种资源都分了五类资源 一类是产量级的资源 就是为单个产品 单项服务 所取得的原材料 零部件 人工 能源 这都是产量级 产量级 产量越大 你消耗的资料 原材料 就越多 零部件都越多 人工的 这个消耗资源 这个资源 消耗也都越多 你的能源的消耗也都越多 所以这只叫产量级 我们这个生产 我们经常讲大批大量生产 这些都属于产量级的资源 这是一个层次 最基本的层次 只要你生产 就要消耗原材料 消耗零部件 就要消耗人类资源 就要消耗的各种能源 所以这是任何生产制造企业 都要发生的产量资源 因为你的成本 就指的是一定品种 一定数量产品来讲的 批别级资源 这就说明你产品的生产 按批阻止生产 每生产一批产品 批别来阻止生产 在这种情况下 你每生产一批产品 都要进行生产准备 这要进行机器的调试 机器的调试 所以它包括 用于生产准备 机器调试的人工 人力资源等 我们的生产 有各种品种 各种规格 品种及资源 它包括为生产 某一种产品 或者服务所需要的 专用化的设备 软件和人力 等 这叫品种及 至于生产这个品种 直接联系 品种及 顾客及 特定服务于特定客户 所需要的专门化收备 因为现在很多生产 我们的需求多样化 很多都是定制化的生产 定制化的生产 要定制化生产的话 有的都需要专门的设备 这是满足特定客户需要的 特定客户需要的 专门化的设备 软件和人力资源 最后是摄氏金 摄氏金 它都不与具体的产品相连续了 我们这个企业 作为一个企业 组织来讲 你一定有土地资源 土地使用权 房屋建筑物 你保持不受产量 与产量没有关系 与你的产量没有关系 与生产的匹别 几批没有关系 生产什么品种也没有关系 与你特定的客户也无关的 也就是这些 也就是不受产量 匹别的多少 品种的多少 特定顾客影响的 人力资源等 这叫设施级资源 所以这些 都属于资源的 按照与不同层次的关系 不同作业层次的关系 分了这五种 后边我们作业的分类 按层次也分为 产量级作业 匹别级作业 品种级作业 顾客级作业 设施级作业 然后作业的概念 这样大家都不过得详细讲 大家稍微了解一下 什么是作业 特定目的 重复执行的任务或者活动 是连接资源和成本对象的一个桥梁 我们看 我们看什么是作业 什么叫桥梁 这是你的成本对象 以成本对象 到资源 中间 桥梁 是作业 所以这个作业是联系 是连接资源和成本对象的一个桥梁 一项作业 一项作业既可以是一项非常具体的任务或者活动 也可以反制一类的 这一类的活动 体业的各种作业链构成了我们的价值 老师在冬奥录课 这就是一项作业 这个课 从我们PPC的制作 到讲义的审核 到我这个录制 录制完了再剪辑 剪辑 这就是有一系列的作业 才能完成我们高级快速食物 这个最终的成本 这些消耗的资源 有机器设备 我们有录课设备 有老师的人力资源 人力资源 还有制作工程 要消耗各种能源 能源 所以这些录课 剪辑 这个课项的剪辑 PPC的制作 这些都是一项非常具体的活动 都是一种作业 所以它具有三个特征 作业是投入 产出英国联动的一个实体 贯穿于企业经营的整个过程 既包括企业内部和连接企业外部的各种作业 它可以量化 我们录课 录了几个小时 上面有时间 录课 你审核PPT 审核多长时间 审核讲义 制作PPT用多长时间 所以每一项作业都可以用量化 省了多少张PPT 录了哪些张 课程 哪一节的课程 用了多少小时 都可以进行量化 这是我们的作业的含义和特征 然后就是它的一个分类 小的对象不同 分为主要作业和次要作业 主要作业是被产品服务客户最终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讲了我们要生产 客桌 生产 客桌 生产椅子 生产书柜 客桌 书柜 椅子 这些都属于我们的成本对象 所以你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都是一个主要作业 生产 桌子 椅子 书柜 这些作业都属于主要作业 也是被最终成本对象消耗的作业 但是你生产椅子 生产桌子 生产书柜这个过程中 你对那个材料 原木 假如这是一个原木 它需要木材 这个要变成板材 可能要需要一些玻璃 我们要进行切割 切割 这些都属于被原材料 主要作业能价以中间地位的成本对象 消耗的作业 所以我们切割板材 我们切割玻璃等等 这些作业来讲 都属于生产 桌子椅子这个过程中 次要的作业 按照作业对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来看 这是一个分离的标准 是否对顾客有价值 所以能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这是核心了 我们后边在几个问题里边 都要讲这个 增值 非增值 能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增值作业 与顾客价值增值没有关系 尽力避免和消除 非增值 按照受益的对象 层次和重要性划分 五种 对应的前面的资源费用 按照作业的层次的分类 产量级 批别级 品种级 顾客级 还有我们的设施级 这些内容呢 大家有个了解 体现在我们考题的可能性 比较小 但是我们讲作业成本法 后边一定会涉及到 这种作业 按照对象层次和重要性分类的话 一定是 这个分为这五种 第一是产量级作业 明确为个别产品服务实施的 是单个产品或者服务受益的作业 每单位产品至少要执行一次的作业 只要你生产产品 每单位产品最少要执行一次 生产一二产品它要执行一次 生产一二产品要执行一次 这就是和你的产量有直接关系 那么执行的次数的多少 消耗资源的数量的多少 这种作业一定是与产量 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成正比例 你要服装进行加工 这种加工作业 这种电扣作业 这种包装作业 都属于产量级的作业 产量级的作业 所以这样呢 包括具体的加工 还有我们的检验 这些都属于产量级 都和你的产量的多少成正比例变动 这些作业量越大 你产量成正比例变动 产量越大的话 你这种作业 产量级的成本就越大 批别 我们按批组织生产 指的是这一组 一批产品和服务实施的 该组或者批别受益的作业 该组作业的发生 是由于生产的批量数 而不是单个产品引起的 不是由于生产单个产品引起的 是由于你生产批别引起的 它与你每批的数量的多少 这一批是生产30件 还是100件 没有任何关系 与生产的品种也没关系 所以它只与 它的数量 批别机作业的数量 与产品的批量数 成比例 你生产的批次越多的话 这种批量级作业 发生的都越多 每生产一批设备 每生产一批产品 对这设备都要调试 都要准备 所以设备的调试 生产的准备 这种作业都与生产的批次多少 紧密联系 成正比的 第三是品种 按品种 为生产销售 某种产品 或者服务 实施的 是该种产品和服务 每个单位都受益的作业 该作业用于产品 或者服务生产和销售 独立于实际产量和批量 你实际生产了100件 还是500件 你生产了3批还是5批 没有关系 至于这种批别级 听众级作业的数量 至于群众的多少 成正比例变多 它不随你的批次多少 产量多少而变化 你每批产品 你像西服 夹克 有不同的规格 不同的型号 你都要进行设计 所以它包括新产品的设计 现有产品的质量 以功能的改进 生产流程的监控 工艺变换 需要的流程设计 产品的广告 你这个广告 是为这种产品做的广告 这个品种做的广告 所以这些都属于品种 顾客及特定顾客 实施的作业 这类作业 保证企业将产品和服务 销售给个别客户 但作业本身于产品 数量 或产品或者服务的 数量独立 包括我们向个别客户 提供的技术知识活动 咨询活动 独特的包装 这一批产品就是为特定客户设计的 最近有明星技术公司 给一个大企业提供了一体机 智能化的设备 我们会计的核算 它要报销 尤其是这个项目的核算 你要放一个会计的话 这样 这个资源 这个会计给这里老待不住 所以我们搞了一体机 把这个发票 投到这个一体机里面 找到数据 一下子输送到 这个财务共享中心 这就是为特定顾客服务设计的 这叫顾客级作业 设施级作业 是为提供产品的生产 或者服务的基本能力 而实施的作业 服务于整个工厂的作业 该作业是开展业务的基本条件 其实所有的产品都要受益 与产量销量没有关系 管理作业 针对企业整体广告活动等 这就是这种分类 形成这五种作业 成本动力 成本动力 我们在战略成本管理里边 也一个在讲 战略成本管理的东西 因为战略成本 它是从整体这个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能动的一些因素 结构性的成本动力 还有执行性的成本动力 这里讲的成本动力 就是在作业成本法下 我们要按照动因去分配 直接费用都直接追溯到 产品成本中去了 那么那个间接成本 按照作业资源成本对象 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 你成本对象要消耗作业 作业要消耗资源 所以带来了两步之分配 把每一项作业消耗的资源 按照资源动因 这个记录到 分配到产品 这个作业成本中去 把每个作业中心 完成这项作业所规计的作业成本 按照作业动因 分配到成本对象 所以这里讲的成本动因 就包括两种 所以它是诱导成本发生的原因 成本的启动因素 是成本对象 与直接关联的作业 和最终关联的资源之间的一个中介 这讲的是两段 你看看 第一成本对象 作业 资源 资源 作业 作业成本对象 资源动因 作业动因 所以通常动因 通常选择作业活动 耗用资源的计量标准来计量 不管是资源动因也好 作业动因也好 按照你 这些作业活动 耗用的资源的计量标准来计量 如果你是一个 这个质量检验作业 这个产品生产出来了以后 要进行质量检验以后才能出场 才能出场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产品 它检验的次数越多 我按照检验的次数 作为它的作业动因 有的产品按照这样的面积 有些资源动因 按照这项作业消耗的 用件的度数 所以这些都属于它的计量标准 资源动因 一项作业 消耗资源的数量 计量 很简单 所以它是将资源成本也好 资源费用也好 分配给一个特定 作业成本库的成本动因 将各项资源费用 规矩到不同作业的依据 就以反映作业与资源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你把每一项作业 所消耗的这些资源 按照它的资源的动因 去规矩到 每一个作业的作业成本中去 作业动因 使计量某一成本对象 好用了多少作业量 你假产品 假如质量检验作业 你减的次数是多少 你义产品 检验的次数是多少 所以计量了某一成本对象 好用了多少作业 因此它是向不同作业中规计的成本 分配到成本对象的一个依据 不同作业中规计的成本 分配到成本对象的依据 通过分析作业动因 以最终产出的关系 解释 哪些作业是增值作业 哪些是非中作业 优化生产流程 所以这个作业动因很重要 所以我们考试的话 基本上把每个作业成本库的 这些资源 这个作业成本都告诉你了 然后你一步 因为我们作业分析后边 作业为基础的成本管理由 作业分析 作业分析 作业分析里边 其中作业动因的分析 就要分析它的增值性 资源动因的分析 要分析它的有效性 你消质资源是不是有效 算折 一般来说成本都一算折 考虑一下因素多样性了 相关性了 计量成本了等等 我们的成本管理 从世界这个范围内看 丰田成本 丰田汽车日本 丰田的成本要降一半 所以这个车的价格 也可能在下降 当然它可能有些功能提高了 后边我们要讲 功能价值分析法 后边在成本前沿里边 要说这个内容 作业中心 具有同质作业动因的作业集合 也就是同质的作业动因 就是这些作业都受一个动因去驱动 我们叫同质作业中心 形成的一个集合 就形成了一个作业中心 可以是某一项具体的作业 也可以像合并特别项一项一样 若干相互联系能够实现某种特定功能的作业的一个集合 形成作业中心 作业中心建立了以后 这里每个作业中心消好的这些资源 就形成了一个作业成本库 简称成本库 也叫成本池 规计了一个作业中心耗用的全部的资源 什么意思 假论理质量检验作业 这个作业中心的话 大家想质量检验作业中心 你要检验这种产品的质量 你得有设备 设备 它得要提车救 这个设备 它要消耗能源 这个设备得有人去操作 所以规计的人力资源 能源的消耗 还有我们的机器设备的折旧 这些费用 就形成了这个成本库 质量检验这个成本库中的作业成本 所以它是由若干个通知作业中心 组成一个特定的极客体 作业成本库 假论我们要生产 对假意两种产品要进行检验 这种作业按照作业成本库制造思想的分配过程 如这个图 这是一项作业 这个作业的质量检验作业 都形成了作业成本库 这个作业的名称叫质量检验作业 质量检验它要消耗资源 它要投入人力专用设备要厂房 投入人力资源 它需要一些专用设备一些厂房 这个设备它都要消耗能源 假如它要消耗电 用了一共用了多少度电 假如检验一次 消耗的这个电力资源 我们怎么分配到这个质量检验中心中去呢 这台设备 如果是专用设备 它消耗的电就直接记录到 这个质量检验作业中心中 都行了 所以这个资源动营分配 它用的度数越多的话 这种资源费用 都越多呀 那个专用设备就是为质量检验 所以质量检验 所发生的 所以它的遮疚 它的遮疚 都要记录到这个作业中心中去 质量检验这个作业中心中去 那么把质量检验这个中心 规计着这些作业成本 按照检验的次数 记录到假产品和乙产品中去 假产品 假如一共发生的成本 我们知道这一万 一共发生的成本一万 假产品用了 减了八次 乙产品减了两次 这就是按照二八分 这就是一个分配率 每减一次发生 一千 这就意味着 不管你是假产品减 假产品减 按一产品 每次发生的 应该负担的质减费用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都是一千块钱 这样你假产品减了八次 你都负担八千 乙产品减了两次 都负担两千 这就是这个例子 应用的目标 了解都行了 大纲里边也没有过多的讲 靠大纲的过多的要求 通过追踪所有资源费用 到作业 这是说的第一步 然后再到流程产品 分销渠道和客户等成本对象 这个成本对象都广义的了 提供选口径 多维度的 更加准确的成本信息 这还是概括 所有成本法的一个过程 把它应用到 通过追踪所有的资源费用 这些资源费用都 先追踪到作业 各项作业中去 再追踪到流程产品 渠道客户 成本对象中去 提供了一个全口径 多维度准确的成本信息 作业通过作业的认定 成本对应的分析机 对作业效率质量时间的计量 真实地揭示了资源作业成本 之间的一个联动关系 为资源合理配置 以及作业流程 作业链 或者叫价值链 持续优化 听了一句 通过这个作业成本法 听的信息 及其分析 为企业更有效地开展 这不管理活动吗 八个字 规划决策 控制评价 各种管理活动 奠定基础 你的主要是 这些供应方法 主要是应用 再好的方法 适合你这个企业的 产品的生产 能使你这个产品的成本 降低 这就是好方法 这个方法最好 可能对你这个企业不适用 所以这就是作业成本法 所处的外部环境 就一下特点之一 客户个进化需求很高 现在我们的个进化需求 越来越高 你这个产品市场的竞争 非常激烈 第二产品的需求 弹性大 价格敏感 我们从成本 对从战略这个角度来讲 成本领先战略 需求价格弹性大 价格的敏感度高 应用的时候 从刚才讲的是外部 这种产品竞争非常激烈 这个各进化需求高 产品的需求弹性 降大 价格敏感程度高 也就是需求价格 弹性系数比较大 这是外部环境 下面就讲的是内部 实行这种 目标计划 这个作业成本法 我内部应该什么环境 它涉及到生产技术销售服务信息等部门 相关人员构成的设计和实施小组 你这个作业成本系统 你要先是一个设计 这里面涉及到技术销售 财务信息生产 这些部门 负责作业成本系统的开发设计和组织实施工作 这个小组 能够清晰地识别作业 作业链 资源动因和成本动因 为资源费用 以及作业成本的追溯和分配提供合理的依据 且拥有先进计算机及网络技术 配备完善的信息系统 能够及时准确提供 各项资源作业成本动因等方面的信息 后边讲目标成本法 也是强调这一点 所以我们现在就叫数字化 现在叫数字化转型 人工智能对传统产业的一个升级改造 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 这是大的产业 那么我们传统产业 一定要数字化转型 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发展的一个方向 程序 一般按照 这是作业成本法 这是我们的作业成本法 这个应用职业里面写 程序就是步骤 如果你考中级的话 它写得更细 把这几个步骤又细化了 咱们高级快试考试过程中 这是给你概括了一下 按照资源识别 及资源费用的确认和计量 第一步 成本对象的选择 作业的认定 作业中心的设计 资源动因的选择及计量 作业成本的混习 作业动因的选择及计量 作业成本的分配 作业成本信息的报告 等程序进行 从资源识别及资源费用 确认与计量 第一步开始 到作业成本信息报告 最后一步结束 这中间 作业对象选择也好 作业认定 作业中心设计 资源动因的选择与计量 作业成本的汇集 这不第一步在这儿就结束了吗 然后第二步两步是 作业动因的选择与计量 作业成本的分配 这样才能形成成本对象的成本 这样作业成本信息 最重要报告 按这个程序 优缺点评价 优点缺点 优点三个方面 提供更加准确的 针对的是传统的成本方法来说的 传统的成本方法来说的 再加了准确 各维度的成本信息 不是单一个维度 就是每个作业中心的 作业成本的信息 你都能知道 多维度的 这个制造费用 这个规矩的制造费用 这些间接成本 怎么来 分配 技术到产品成本中去 按照传统的成本方法 都有一个标准 产量 直电人工的工时 机器的工时 单一的业务量标准 现在是多个 分配标准 提供多维度的成本信息 这样你提供的信息 不准确了吗 所以有助于产品定价 作业以流程的改进 客户服务等 缺错的准确性 特定客户 我给你提供 这种成本信息 是多少 特定客户 你服务啊 我给你提供这样 一个咨询服务啊 完成这样 我收费多少 你首先要收费多少 首先看成本多少 你计划 投入多少人力成本 需要多长时间 你得有一个商业计划书 你给他提供咨询的时候 所以你一定要一个成本 只有建立到这个基础上 一个服务 你才能收费啊 改善强化成本控制 促进绩效管理的改进和完善 所以他强化成本控制 推进作业基础预算 2021年的考题 在第二章 我们的预算管理里边 讲的作业预算法 编制预算的方法 就考了作业预算 提高作业流程 作业链 价值链的管理能力 今年修改了 今年我们修改了 作业成本法的缺点 细化了 实际上没有大的变好 第一 细化了 细化成两点 部分作业的识别 划分 合并 认定 成本中印的选择 成本中印的计量方法 选择存在较大的主观性 确实 如果你这个生态这种产品 需要几十种作业 有的需要几百种作业 你在归类 合并 这里面也都存在着很大的一个主观 主观性 操作复杂 执行成本比较高 有可能违背 我们成本管理 一个原则 叫成本效益的原则 是这种管理 带来的收益 要大于付出的代价 可能违背了这个原则 所以今年 把这一点细化了 所以叫修改了 作业成本法的缺点 这样第一个 作业成本法的概述 我们都讲了这六个问题 这是大家应该熟悉了解的 从我们目前来看 没有充分体现的 我们考题里边 没有体现 当然这是一个基础 大家对资源 作业 成本动因 应用目标 应用程序 有缺点 这些都有一个 基本的了解 所以才有我们后面的 第二个问题 和第三个主要的问题